那今年的台北攝影器菜單 我有順便去幫忙一下 就是分享一下IRIX這間鏡頭 那這台灣代理就是弗倫達老闆那邊在代理 反正這間鏡頭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價格漂亮 那品質我也覺得還不錯 就我目前也用了它的11mm 就是我們現在看的跟我們這150mm微距鏡頭 我覺得他們鏡頭都真的是還蠻棒的啦 那我們現場也有分享就是電影鏡頭的部分 那電影鏡頭我覺得一整套 還蠻齊全的 但是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它50到150支之間的焦段沒有 所以我們有新發表一支65mm的 還沒有上市的一個鏡頭 那現場也有Prototype 所以我們也玩一下拍一下 真的是還不錯啦 反正就稍微補齊那個空缺沒有的焦段 那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有更多焦段出現 反正目前看起來是還蠻OK的 所以我來看 我來看 谢谢大家